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萌兔 这期视频来装的模型是万代在6月26日发射的 最新figurasstandard系列的拼装模型 红莲骑士兽 也有地方把它翻译成叫公爵兽 其实都是一个东西 光光定价的话是消费税前4500日元 采取的是一般店头发卖的方式 让我们直接来打开包装 打开盒盖之后的第一块板件是红色的零件 这一次红色成型色的颜色是偏暗的 有一些深 第二代的话是金色和银色的零件 这里是没有做预涂装的工艺 就是成型色 那么万代的这种金色的成型色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非常的史黄 然后还会有非常明显的水纹存在 背后的话是它的盾牌 一个大的黑色零件 这一代当中是红色的透明零件 以及背后又是一块金色的成型色零件 问题也是和刚才一样水纹还有发色 下面这一代是黑色的关节处的零件 这个黑色是有一些消光质感的 看上去还挺厚重的 背后会有一个简易支架 是专门用于支撑盾牌的 因为它的盾牌太大了 可能会撑不动 下面这一代又是红色的透明零件 主要就是用在盾牌上的 背后又是黑色的这些关节的零件 这么大的一块盾牌 整个都是金色的 依旧也是有水纹 还有发色黯淡的问题存在 背后的银色倒还可以 虽然说水纹还是很明显 但是整体的发色还是挺亮的 即使它是成型色 这个发色也是挺不错的 最后一代板件是身上的外甲零件 同样也是银色的 这个银色的发色相当的好看 如果表面上没有水纹的话 这个银色的发色 我绝对可以给它满分 相当的漂亮 然后最后的话还有贴纸 这次披风上的纹理 全部都是用贴纸 大片大片的贴纸 估计贴起来会非常的麻烦 还有一小部分的补测贴纸 像眼睛处的地方 还有一些这种身体处的部分 身体处的贴纸数量还可以 并不是特别多 下面就是说明书 这次说明书也没有装定层测 是五折页的说明书 好的 这个板件也就差不多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和以往的产品的说实话也差不太多 好 拼装感受如何的话 我们装完了再来聊 话不多说 赶紧开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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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刚才开箱的时候有一点说错了 就是后面的披风并不是贴纸 而是一张塑料薄片 从这个框上把它接下来之后 会是一张这样子很薄的薄片 我们来试试看 这样接下来之后 其实是一张小薄片 这张小薄片 然后把它卡在背后的框上 来形成披风的 这个塑料片一面是磨砂面 一面是光面 磨砂面的话没什么问题 但是这个光面的话 用手一摸就是一个指纹 算是指纹收集器了 谢谢观看 装完了之后来简单的玩一下 这款产品的结构是非常简单的 拼装大概两个多小时就可以完成组装了 组装完成之后产品的高度差不多是18厘米左右 拿出一款同系列的战斗暴龙 出来做一下对比的话 可以看到两款产品其实大小方面是差不多大的 但是因为今天的红莲骑士兽体格比较的消瘦 所以说看上去的话会小一些 分色方面总体来说还算不错 有用到贴纸的地方主要就是眼睛 还有额头上的一些图案处的地方 还有在腋下有两条红色的 类似于像什么绑带一样的结构 是用的贴纸 但是这里的贴纸效果非常糟糕 在一个弧面上贴一张贴纸皱皱巴巴的 很难看 可以最好去补一下色或者是做一下喷涂 既缺色又没有分件又没有给我们贴纸的部位 主要就是在肩甲处 然后还有衣领处的地方有一些金色的分色 这些地方的话是完全处于缺色的状态 有条件的小伙伴可以去做一下涂装 如果无视这些地方的话 整体来说分色还是不错的 很多这种边缘处的地方都是做出了独立的分件 但是这一次产品的分件 感觉对素组玩家来说并不是特别的友好 反而是对喷涂档来说会更加的好一些 因为这些成型色其实颜色是非常难看的 金色就是这种暗的颜色 银色的话虽然说发色还算可以 但是上面表面的这种水纹真的是无处不在 甚至水纹的纹理加在这种银色的表面上之后 感觉银色像是大理石的颜色一样 并不是特别的美观 包括在水口处的地方也会有一些发黑的情况 所以说千万不要被官图所蒙蔽 官图的那么好看的效果 全部都是喷涂之后的效果 素组出来的话其实并不会那么好看的 在拼装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一下的是 这款产品有部分零件是非常尖锐的 我在拼装的时候就已经是把手给扎破了 非常的疼 大家在把玩的时候注意 千万不要给年龄偏小的小朋友 去玩这款产品是会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把手部的零件给拆下来 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在手部的关节处的地方 在结构设计上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牢固 在这根装的根部上半部分 可以看到是没有材料的 是空心的状态 所以说这一根装的牢固度会有一些问题 在把玩的时候一定要千万小心 大幅度的去扭这根装的话 很可能会发生断裂的 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补涂 或者怎么样把上面的这些块全给它填上 增加它的牢固度的话会好一些的 下面来说一下这款产品 比较有特色的背后的披风处的结构 这次披风 因为用的是这种比较薄的塑料片来制作的 所以说相较于一大块的塑料零件来说 整体的重量会很轻 所以说对于产品的自立性 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但是因为披风毕竟使用的 还是这种非常薄的塑料薄片 所以说对于耐久性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具体如何的话还要等待时间来检验 在结构方面 这块披风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 中间这三个折子是一个完整的部件 然后两旁边的话是有独立的可动的 可以张开一些 也可以做一些小幅度的摇摆 整块披风和本体连接的地方 是有一个黑色的零件连接的 可以上下也可以左右的旋转 总的来说 这个披风的可动幅度并不是特别大的 下面来看一下可动性表现 首先是头部和脖子连接的地方 是一个球形关节 所以说低头的角度还是蛮大的 但是抬头的幅度却非常小 后脑勺和翼领是会发生干涉的 左右的摇摆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是可以平转到侧面去的 脑袋后面飘的这一根毛 是由4块零件组成的 每两块零件之间连接的方式 都是球形关节 所以说可以根据你摆pose的需要 摆出各种各样的动作 各种各样的角度 都是可以自由调整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在肩部的结构上 虽然说在身体和手臂中间 会多出来一块零件 但是这块零件对于可动性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因为这块零件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可动幅度 手臂的主要的可动来源 还是在于这一块肩甲和手臂的上面 连接的这一根纸装的地方 那么刚才有说过 这一根纸装在结构上 会有一定的损坏风险 所以说大家在掰手臂的时候 一定要稍微揉着一点劲 这个劲太大的的话 很可能把这个装给直接掰断了 但是可动性方面的话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360度的平转是可以做到的 然后手臂平抬的话 也可以勉强到达90度左右 大臂根部也会有360度的平转可动 曲肘处的地方 因为是单关节 所以说曲肘的幅度是90度稍微多一些 手型和手臂连接的地方 就是一个球形关节 产品当中没有附带任何的替换手型 就只有一个握拳手的造型 之后会替换武器的 所以说就这一个手型的话 也问题不大 曲腕处的可动幅度 是这款产品比较激烈的地方 在正常情况下 基本上是没有可动的 就只能够做左右的平转 那么不正常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是把腰部和胸部中间的球形关节 稍微拉出来一段距离 拉一条缝出来 这样的话在胸腰之间连接的 这一个关节的地方 稍微会有一些可动幅度了 但是结构方面并不会特别的牢固 对于把玩的体验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的 偶尔拔出来摆个pose 拍个照片的话 没有什么问题 长时间把玩的话 建议还是不要这样去做 就让它插到底就OK了 下半身的可动幅度 首先腿部前踢大概是90度左右 后踢的话是45度 侧踢的话因为大腿装甲比较碍事 所以说侧踢的幅度并不是特别大 大概是在45度左右吧 然后屈膝关节的地方 是有双段关节的 屈膝可动大概是在120度左右 脚弯处的结构是单个的球形关节 所以说可以平转 然后左右侧摆 然后上下的可动 各个方向的可动都有 但是幅度都不是特别大 所以说接地性的话 也会稍微有一些问题 再加上这款产品 脚后跟的地方是削掉了一大块 所以说不要看它的脚掌很大 但其实自立性的话并不是特别好的 站着很容易就会往后倒 建议还是上一个支架来撑一下 撑枝架的接口是在后屁股的地方 这里会有一个三后米的孔洞 下面来看一下武装 首先是会有一把肾枪 这个肾枪也是和本体一样 全部都是成型色 有密研磨的水纹 然后这种屎黄色 这种水口相当的难看 但是上面用到的红色的透明零件 倒是挺好看的 本来看官图的时候 还以为这里会给我们一张 什么金属贴什么的 没想到是直接给了我们一个透明零件 再加上下面是有这种金色的成型色 所以说让透明零件看上去还是挺亮的 像盾牌的话 因为下面是黑色的零件 所以说即使中间的这些都是透明零件 但其实看上去的还是挺暗的对吧 但是这把枪就好看很多了 包括本体身上的这些肩胛的地方 还有膝盖的地方也是相同的原理 里面是淡的颜色 所以说这些的透明零件都是挺好看的 然后这把肾枪还会有一个展开的结构 把前面枪间往前拉一段距离 然后两旁边会有一个锁扣 把它解锁 然后把它向两边张开 中间的这两块也可以向后挪一段距离 让这个枪变得稍微更粗一些 就变成了一个展开的状态了 要说好不好看只能算一般 除了肾枪之外还会有一面肾盾 肾盾的结构是相当的厚实的 这么厚当中是有很丰富的结构的 面积也是非常大 直径大概是有10厘米左右 然后上面的这些纹理全部都是独立的分件 可以去做一下喷涂 喷一个金喷一个银的话 你相信盾牌会非常的漂亮的 但是如果不喷涂的话 成型色的盾面上就会有很多的水纹 看上去就像是大理石一样的 在盾的背面可以看到会有三个槽 其中有一个槽上会有一个凸起 波动凸起之后 在盾的边缘处会伸出三个像刀刃一样的结构 这个刀刃也全部都是用红色的透明零件来制作的 造型还是挺帅的 只不过因为多了这个结构之后 让这块盾会变得非常的重 所以说本体单体如果没有任何支撑的话 拿这块盾还是挺费劲的 就会不停的晃晃晃晃 产品当中也是非常贴心的 给了我们一个辅助的支撑支架 一个简易的支架 是插在盾牌的洞上的 这样插进去之后 就可以做一个辅助的支撑了 圣盾和圣抢的安装方式是需要把手型的 要把本体的替换手型拔掉 拔掉手型还不够 还需要把袖口的零件也要拔掉 露出下面的原装之后 直接插在盾或者枪的里面的接口上就可以了 全副武装之后 骑士的感觉就出来了 这个造型是非常的帅气的 好的这期视频的话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千万不要忘了给我点赞投币一键三连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